因为地藏菩萨的慈悲愿力 让佛弟子挺过生命难关 台北地藏禅寺 住持地脚法师 出家弘法已有45年 度化许多苦难的众生 借着为地脚上人祝寿的圣会 恩师也为大众祝福 一连两天 在高雄地藏禅寺 举办园游会 即三昧水称 第一天接连不断的表演节目 让当天现场掌声笑声赞叹声不断 今天 我很忏悔 本来我们出家人是不在做生日的 所以我 我从18岁出家 我到那时候已经 40岁了 我从来不在做生日的 就是很多案子到我身边的时候 都是孩子 因为他们没有吃素 生日的时候就叫妈妈说 爸爸我要开一个生日的派对 爸爸妈妈都很爱儿女 就说好啊 跟你开一个很丰富的生日派对 那个小女孩 他们爸爸妈妈很爱她 就跟她开了生日的派对 就用很多肉啦 很多牛肉 很多猪肉 很多鸡腿啊 很多香肠 很多吃的 很多东西给他们吃 还有酒 哇 吃完之后 都醉醺醺的 这个妹妹好可怜哦 就跟人家发生问题了 有的人喝酒回去 就发生车祸啦 有的人就跌倒受伤了 几乎我每年啊 都要替他们处理这样的事 有人都会来跟我讲 我实在处理到头大了啦 所以我说怎么办呢 这个世俗人怎么 这么奇怪的行为啊 所以我那时候 一直在想 我本来一直跟他消灾 跟他拔烟轻 我后来就动一个念头说 哇 这么严重 我突然在二十几年前 你就动一个念头说 啊 来把他做一个 我来讲一个说 我要做生日啊 我这个生日 没有固定的日子 我跟他们说 我要做生日 他们会回来 最主要他们要回来感恩 然后 因为我要救他们嘛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换我缓过来 我要为他们做生日 因为生日很重要 是母难日 让这些这么多居士回来 这么多地址回来 我又办很多树的树栽 给他们大家吃 然后又有念经 又有念佛 又有恭敬供养 这一切功德 就可以回向给爸爸妈妈 地脚法师借着兽弹 主要是希望信众 能回到寺院来同聚 当天法师也为众人 开示了许多法语 现场洋溢伐喜 更因为地脚法师 难得来到高雄本地 许多南部的信众 专程来此欢聚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